七哥你知道原来在山西陕西 这些盗墓的 这过去这些年都抓完了 他说跟我一个比较好的哥们 他说是当时的盗墓专家 被傅振华发掘以后 指定的盗了几个墓 傅振华的小弟 盗墓我是第一回听说 说傅振华根据抓人的情报 得知在西安某处有一个古墓 所以他就通过这个抓起来的人的线索 收缴的古董 找到了已经引记江湖的挖墓专家 把这哥们给抓起来了 按照傅振华的要求 所谓办案需要 却盗取了两三个墓 说历时将近两个月 盗得了上千件古董 傅振华穿个问题吧 肯定是 听说马上这顿都运向了国外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广单说 就是那个过去叫什么金薄衣啊 就几十套 都是傅振华干的